AZ疫苗新增8例疑似严重不良事件 其中一例接种者有高血压病史 接种后41天昏倒送医 诊断是脑干出血 AZ疫苗是目前的唯一选择 按照政府推演的时程 7月底国产疫苗就能衔接 只是现在出现反对声浪 消息会就跳出来反对国产疫苗 透过紧急授权掠过第三期测试 专家则分析第三期的重要目标之一 是用来发现副作用 台湾现在用了AZ疫苗 有一段时间被发现的时候 在女人偶尔会有血栓 这是不良反应 那这不良反应和疫苗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还是很争论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第三期实验 就是希望能够找看看 这疫苗是不是有毒性 国产疫苗包含高端和联雅 都透过政府紧急授权 只进入二期临床试验完成后 就可以上市 等于把二三期合并处理 但反对人士像是防疫学会理事长 王润贤就主张 像彰化桃园台南 这些疫情刚开始的地方 做三期临床试验效果最好 完成三期之后再上市 只是回到一般SOP疫苗可能会再拖上半年到一年 台湾现在因为我们做的都是第二期 我们已经领先第二期很多三千多个人 那么要做到万人以上 目前来讲是会有困难 因为台湾并没有这么多确诊病例 所以我们就需要利用刚才讲的变化方法 利用第二期临床试验 所产生的这些打了疫苗的人的抗体 来去看看 它对新型病毒是不是可以产生同样的效价 国产疫苗开发时辰本来就稍有落后 七月上市计划有两千万剂 现在施打在即却又引爆一届轮战 现在是王传黎听透董